5月份刚刚为老公张静产下一个女儿的蔡少芬日前返工 据悉蔡少芬在上海的新戏正在热拍当中 产后身材恢复良好的蔡少芬似乎是为了挣奶粉钱 女儿刚刚满了三个月就拖家带口抵达上海 日前记者在某商务中心楼前遇到蔡少芬 刚刚拍完戏收工换了一身清凉装的蔡少芬 站在楼底大厅和粉丝正在热聊 得知当天将近40度的高温 粉丝们早早就准备好了冰镇饮料 慰劳自己的偶像 细心的粉丝还为蔡少芬准备了一袋子礼物 似乎是送给刚刚出生的小婴儿 等待助理拿好衣服和工作用品之后 蔡少芬和粉丝们走到门口 此时一部银色的商务汽车立刻开到面前 在和粉丝们友好的挥手告别之后 蔡少芬上车离开 搜狐视频娱乐国报独家报道